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时期乐器种类多样 制作精美 音乐性能完备 1978年 武北随县曾侯一幕就曾出土边钟 边庆 虎 琴 色牌销 池 共计125件 宏大的乐器规模 集中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乐器制作的杰出成就 无锡红山贵族墓葬群与湖北曾侯一幕的年代同属于战国早期 而出土乐器的数量却要比曾侯一幕多得多 考古人员在七座乐国贵族墓中侯发掘出土乐器达五百余件 包括边钟 永钟 边庆 淳于 沟调 三足佛等等 其数量和种类都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的空前发现 向世人展示了种类齐全的乐国的庞大地下乐器库 在中国古代 礼乐器具有特殊意义 旨在祭祀 典礼 圣宴或陪葬使用 更是权力的象征 一般百姓遥不可及 红山乐国贵族墓葬中出土了成组成套的边钟 永钟 边庆乐器 反映出战国早期的乐国已具备非常完善的礼乐制度 然而 就在人们为这支庞大的地下乐器库而感到惊叹的时候 人们发现 在琳琅满目的乐器里面 竟然没有一件能够敲击演奏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 红山遗址出土的这些乐器都是古代仙人放照青铜乐器的造型 所稍造的青瓷和硬桃乐器 不能敲击 一敲就会破碎 虽然是青瓷 硬桃乐器 但是从形质和外观来看 都与青铜乐器极为相似 这组青瓷永钟是仿造中原地区边钟的造型稍造而成的 永钟共有九个 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悬挂在钟架上 凸体的乳钉整齐地分布在中体表面 手工戳印的C型和S型纹是布满中体 在灯光的照射下 青瓷边钟表面占着淡淡的清光 与青铜边钟真假难点 在中国古代 与边钟配合演奏通常会用到石庆 可我们眼前的这组边庆 称它为瓷庆更为确切 青瓷边庆由小到大依次悬挂 造型古朴 仿佛真的是由石头打磨制成的一样 除青瓷边钟边庆之外 红山遗址还出土了不少无悦地方乐器 如钩吊 玄陵 纯鱼等等 这组乐器是无悦地区所特有的乐器 名叫钩吊 它形状与边钟有些相似 但置放方式却与边钟相反 口朝上 丙朝下 自大至小插在木架上敲击演奏 可是既然乐人崇尚礼乐 可为什么不把这些陶瓷乐器 做成真正的青铜乐器呢 从红山贵族墓葬群出土的乐器规模来看 墓葬主人生前的身份一定高贵显赫 既然是贵族为什么他死后没有用青铜制造陪葬的乐器呢 起初有人猜测 春秋战国时期 乐国的青铜铸造水平并不高超 所以才烧制陶瓷乐器 代替青铜乐器陪葬 可是 这个说法很快就被否定了 据战国策记载 乌无干之剑 肉势则断牛马 金势则结盘仪 意思是说 吴岳所铸造的剑用肉做试验 可以斩断牛马 用金属做试验 可以切断铜仪 1965年 吴岳江陵出土了一把乐王勾剑用的青铜剑 虽然在地下埋了2300多年 但出土时还光洁如新 寒气逼人 锋利无比 既然乐国冶金技术如此卓越 可为什么不铸造青铜乐器 反而用青瓷 硬桃乐器代替呢 据史料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 为开拓江浦扩大势力 吴岳两国之间造发了激烈的战争 在连年不断的征战中 吴岳两国都建立了大规模的军队 由于当时越国地区的铜料非常难以开展 越国便把有限的铜料 用于制作兵器和农用工具 由此专家推断 由于当时铜属于稀缺资源 十分紧缺 因此才使得红山乐国贵族墓葬群中 没有青铜乐器出土 而使用青瓷 硬桃纺制青铜乐器 陪伴死者入葬 红山乐墓中出土的五百余件乐器 足以组成庞大的乐队 造型各异的乐器 不仅使人们了解了五岳地区乐器的种类和组合 也给人们激视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购永东是一位比利时华人 他的最大的爱好是收藏中华文物 他都收藏哪些文物呢 这些文物都有什么特色呢 参照 参照 感谢观看